万壮瞩目的大巨蛋终于盛大开幕 同样中棒的开球嘉宾也再次力领台湾 他就是世界拳雷打王王真志 在日本职棒拿下9座MVP 13座日本冠军 还有史上最多的868支拳雷打 王真志在日子创下了数不幸的纪录 但因为他中华民国国籍的关系 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遇到了很多问题 而作为一个日本人眼中的外国人 他克服了高中毕业才气头重打 生涯早期被叫做三振王等挫折 靠着不懈的坚持和努力 用招牌的稻草人打法席卷日本 成为日子史上最传奇的人物之一 就让我们聊聊他的故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沙发人物志 让我们一起坐在沙发看体育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 是来帮大巨蛋开球的棒球传奇 世界拳雷打王 王真志 王真志在1940年出生在日本东京 他的爸爸王世福来自中国浙江 在1920年代移居日本 妈妈王登美则是日本人 所以王真志一直持有中华民国国籍 不过和台湾是没什么关系的 王真志的爸爸在东京开了一间中华料理店 叫做五十番 因为爸爸为人和善 料理广受和平 所以小店的生意非常好 不过作为家中的老师 王真志却从小体弱多病 两岁的时候还不会走路 身体瘦得和皮包骨一样 因为双胞胎姐姐和另一个妹妹都因病去世 所以王真志一直被当作老妖来看待 妈妈为了他的身体也是非常烦恼 总是背着他到前早医院看病 并经常到庙里向第四天祷告 幸运的是 他的病情逐渐好转 身体变得越来越结实 因为家境不错 还被叫做五十番小兆爷 当时正逢二战期间 他们一家为了减少麻烦 就用了妈妈的救星当助 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 就是1945年的东京大轰炸 超过300辆的美国轰炸机 在东京进行了无差别轰炸 把整个城市变成了一片火海 王真志的爸爸为了保护店面留在家里 而妈妈带着他们一家人连夜讨难 在半梦半醒之间 王真志被妈妈背在背上 只记得整片天空都被染成了红色 成了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回忆 这一场轰炸 造成了超过10万人死亡 上百万人流离思索 索性王真志一家幸存了下来 不过店面是被完全摧毁了 终于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 五十番在11月重新营业 因为日本国内人口统计的关系 王真志一家人改和王姓 也正式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二战结束 百废带新 我们也将正式进入 王真志的野球人生 虽然在幼年时期体弱多病 不过在六岁以后 王真志就长得非常高大了 因为经常打架闹事 还成了地区的孩子王 小时候的王真志不止体格好 运动能力也非常足色 在中学时加入过田径部和桌球部 还因为香铺的表现非常足色 所以被当时的横钢 吉夜三建议说 做个香铺选手吧 而最早开始接触棒球 是因为哥哥加入了高中棒球部 王真志也因为被带去核素开始打棒球 所以在小四的时候加入棒球队 并同时担任投手和先发第四棒 中学时的王真志 就属于墨田区本所中学 当时学校里面没有棒球部 他就加入地区的棒球俱乐部练球 虽然俱乐部里面大部分都是高中生 不过国二的王真志 就已经有176公分 看上去和成年人没有任何差别 有一次在公园比赛的时候 他意外吸引到了改变他一生的重要导师 每日猎户新队的荒川伯 每日猎户新队 就是现在的千叶楼的海洋 而荒川伯球员实习的表现是比较一般 但却很善于发掘人才 他注意到王真志 虽然是用左手斗球 不过打击却是用右手 疑问之下才知道 因为爸爸要求 王真志用右手握筷子和写字 所以就自然地养成了优打的习惯 但作为左打的荒川 非常了解左打的优势 于是建立王真志改练左打 后来又发现 高大的王真志竟然只是个国中生 于是就强烈建议他加入自己的母校 找到田实业高中 在那里接受正规的棒球训练 而王真志在改练左打之后 表现果然越来越好 成为地方内小有名气的棒球选手 在学校完全没有棒球部的情况下 带领临时组建的队伍 迎现了区大会 也吸引了明治高中和日大三高 这样的强校邀请他加入 不过虽然已经在日本生活了很多年 但王真志的爸爸一直想回去中国 他让长子铁城诸读医学 并希望王真志可以成为一名祭师 之后回中国工作帮助社会 所以王真志本来是有打算 跟随爸爸的想法 到没有棒球部的墨田川高中上学 但后来升学考试没有考上 也正是因为这一个转折点 让他最后决定遵守承诺 加入荒川的母校 找到田实业高中 这时的王真志是个二刀六拳手 而且投球能力比打击更出色 虽然只是个高一心生 不过他马上成为了棒球部的王牌 并带领球队拿下了关东区冠军 1957年的春季甲子园 王真志从16强赛开始 连续投出三场玩丰盛 成功插进了甲子园决赛 虽然之前的比赛已经大量投球 但他还是决定要拼到最后 甚至投到手掌都磨破了 但还是坚持到底把比赛投完 最后以5比3的成绩 带领球队拿下了成立 赢下了关东地区的第一个甲子园冠军 也靠着这一战声名大噪 成为远近知名的大无心人 高二赛季的夏季甲子园 王真志投出了一场11区的无安打比赛 创下了甲子园的新纪录 这也是他个人觉得 他作为投手表现最巅峰的时候 不过最让他难过的 就是这一年的金刚全国体育大会 王真志本来被选为棒球代表队 但却因为他外国籍的身份不能成家 这也是他第一次意识到 自己是个外国人 后来在高三的甲子园大会 他的打击变得更加出色 也逐渐吸引到了各大球团的关注 而对他展开热烈的追求的 就是主场位于甲子园的板神虎队 也一度出现了 王真志要加入板神虎的报导 听到消息的巨人队 才赶忙加入侦夺站 并表示 本来以为王真志要去读大学 但如果要成为职业球员的话 请一定要来我们这里 而作为在东京土生土长的孩子 王真志最后还是决定加入巨人队 因为王这个姓氏 听起来像英文的万 所以就选了一号作为背号 并在1959年 正式宣约巨人队 展开他传奇般的职业生涯 以大无心人的身份进入日本职棒 但生涯早期的王真志 并不是那么顺利 甚至可以说是挫折不断 虽然在高中时期是王牌投手 但巨人队的教练却一致认为 他的投球没有职业水准 反而是打击更有潜力 所以就建议他气头重打 而且还告诉他 从明天开始不用练投球了 王真志的心里虽然有点不舍 但也意识到 他的投球能力下滑了 如果坚持下去 可能不会有好结果 所以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并在球团的安排下 改打一雷手 这时的巨人队正逢星岛交替时期 队内的主力战将 是前一年才加入的长岛帽雄 而王真志也被视为 备受期待的潜力新人 虽然在公开赛有着还不错的发挥 但开季的王真志 表现惨不忍睹 生涯的第一场比赛 他就面对到了名头 金田正一 这名大投手 是日子的历史圣头王和山正王 王真志在他面前没有任何办法 连续吞下了两次山正 之后更是连续10场比赛 26个打席 一只安打都没有 不过水源教练 选择相信王真志 所以一直把他留在场上 终于在生涯的第27个打席 面对国铁燕子队 王真志才敲出了生涯的第一只安打 也是第一只拳雷打 最后也帮助球队拿下胜利 不过除此之外 也就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了 生涯的第一个赛季 打出了7只拳雷打 打击率只有一成六 还因为太容易被山正 所以被叫做山正王 每一次出场 都会被观众大声的虚他 本来王真志还以为 他会被球队开除 结果球团不但没有开除他 反而还帮他加薪了 这是因为教练发现 王真志非常懂事 在训练的时候 总是会主动帮忙捡球 还会在晚上拿针线缝补破球 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才 所以才把他留在球队 在生涯的前三个赛季 王真志的表现虽然有所进步 但整体的发挥并不出色 1961年 日本的打击之城川上泽智 接任巨人队教练 并带领球队拿下了日本冠军 但他反而是被卷入交易流言 一度传出了转队的消息 但是在这个时候 王真志的启蒙导师 荒川博加入巨人队担任打击教练 而改变他生涯的稻草人打法 也正式登场了 1962年 荒川博加入巨人队 而当他亲眼看过了 王真志的打击过后 却说出了 这样的打法 只能打到躲避球这样的话 让王真志听了非常泄气 但荒川虽然嘴上这么说 却很认真的帮助王真志改变打法 他注意到 王真志的上半身动作太慢 于是建议他抬起一只脚 先做好准备动作来击球 在经过不断练习和改良过后 就成了王真志的成名绝技 一本组打法 后来也被叫做 金鸡独立打法 或是稻草人打法 不过刚开机的时候 因为害怕失败 所以王真志还是使用之前的打法 刚好又遇到巨人队全队低迷 整只球队陷入了低潮期 据说荒川因为这一件事 胡闹到头上流血 满脸是血的抓着王真志说 从今天开始 给我用一只脚打 不要害怕三政 于是在1962年的7月1号 王真志第一次在场上 使用了稻草人打法 结果效果是意想不到的 在5个打数里面 他打出了3只安打 外带4分打点 其中还有一只拳雷打 但领巨人队以10比0大胜对手 不只让全队4系大政 也确定了他之后的打法 在稻草人打法的帮助下 王真志从本来4月到6月 只有9只拳雷打 到7月份一个月就打出了18拳雷打 只用了这一个赛季 就完全完成了蜕变 以2乘7的打击率 打出38只拳雷打 成为了央联的拳雷打王 这样的结果 也让王真志找回了自信 开始对稻草人打法的魔鬼训练 为了练就稻草人打法 王真志日以继夜的加强训练 每天都跑到荒川家里练习挥棒 甚至练到第二天手抬不起来 练到踩破塔塔米地板 还得到了练习之鬼的外号 为了锻炼打击的专注度 荒川把纸片悬挂在空中 让王真志用50刀练习挥击 只有精准的砍中 才能让纸片一刀两断 王真志相信 如果不断苦练 运气也会站在你这边 所以每天对着镜子 不断重复练习 有一次和日本名将野村克也在外面喝酒 王真志一到点就主动告辞去练球 让当时的野村克也感叹说 自己总有一天会被这家伙超越 而也正是靠着这样的努力 让第二年的王真志颇茧而出 他和长打冒雄 组成了OM炮连线 横扫了日子的所有奖项 王真志以三层打击率 打出40发全雷打 外带111分打点 拿下了赛季全雷打王和打点王 而长打冒雄打击率三层次 打出163支安打 被选为央连的MVP 并拿下打击王还有安打王 他们带领巨人队下进日本大赛 并以4比3击败西铁师队 成功收获了日本冠军 而来到下个赛季 王真志再度进化 虽然穿上教练建议 他改回双脚棋球 认为稳定身体才能提升打击率 不过他已经下定决心 要用单脚打法闯出名堂 开季第一场比赛 又面对金田正一 王真志这一次 直接靠出大号全雷打 证明自己已经金飞洗笔 一整个赛季 不断地狂轰猛炸 甚至在面对反升的比赛 连续4个打席 打出全雷打 一直到赛季结束 王真志一共打出了55发全雷打 创下了日本职棒的新纪录 一直到接近50年后 才在2013年被养乐多养炮巴伦丁打破 而日本职棒的本土选手记录 则是在去年被村上中龙打破 这样破纪录的表现 也让王真志收获了生涯的第一座MVP 并在之后的赛季 开启巨人王朝 1965年 金田正一加入巨人队 让本来就阵容身后的巨人变得更强大 后来又在每一年陆续补强 吸收了高田凡 柴田勋 和库内横夫这样的极战力新人 组成了阵容豪华的超级球队 从1965年开始到1973年 他们完成了空前绝后的日本大赛九联霸 刚好又遇到日本经济高速成长 让巨人队成为了全日本人气最高 最有代表性的球队 影响力一直延伸到了现在 而这段时期最有名气的 当然就是巨人的中心打线 王真志和长达帽雄 这九年里面 王真志每一年都是全力打王 其中还有三次打击王 和六次打点王 而且有五年被选为央联MVP 另外的四年 则是由长达帽雄和库内横夫拿下 这时的日子就是巨人队一支赌秀 而王真志最大的竞争对手也不是别人 就是他的队友长达帽雄 两人的关系一敌一友 却又互相尊重 成为了彼此进一步的最大动力 王真志形容 外号巨人先生的长达帽雄 就像是球队的长子 作为巨人的招牌承担所有责任 而他就像赤子一样可以自由发挥 所以才创下了这么多记录 当时王真志最大的目标 就是拿下打击三冠王 但有好几次打击率和打点都输给长达 再加上对手经常故意保送 让这个目标一直没有实现 终于在1973年 王真志的打击迎来大爆发 以3x5的打击率打出51发全力打 外带114分打点 终于收获了生涯的第一座打击三冠王 并以4比1在日本大赛成功夺冠 完成了9连霸 后来这一个日子史上最辉煌的巨人王朝 也被叫做V9时代 随着阵容老化和新人战力不足 V9时代的后期 巨人战力逐渐衰弱 长倒的表现下滑 让其他球队可以重点关注王真志 所以在1974年 他一共被故意保送了45次 创下了日子的记录 这个赛季他再一次拿下打击三冠王 并收获了生涯第七座MVP 不过巨人最后排名一年第二 没办法挑战10连霸 再加上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争议 让川上教练宣布辞职 长倒帽雄也在这一年退役 让OM炮连线成为历史 巨人王朝宣告结束 第二年长倒长任 担任巨人队教练 而当时已经600轰的王真志 也定下了新的目标 那就是打破世界全雷打记录 在当时的1970年代 大联盟的历史全雷打记录 是贝比鲁斯的714轰 当时也被认为是世界全雷打记录 而在日子和大联盟 同时出现的两位挑战者 也燃起了两滴的全雷打热潮 他们就是王真志和汉克阿伦 率先打破记录的是1974年的汉克阿伦 他在1976年退役 把记录定格在了755只 同年安打制造机 张本军加入巨人队 王真志释放了打结的压力 也增加了全雷打的产量 最后在这一年超越了贝比鲁斯的记录 打出生涯的第715轰 这时的王真志已经37岁 但还是维持了很好的打结状态 而随着记录一天一天在靠近 他的全雷打也成为了全日本都关注的消息 终于在1977年9月 面对杨乐多燕子队 王真志在三局下半分了一击 打出了756号全雷打 靠着这一发羊尊炮 王真志打破了世界纪录 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声中加冕为王 并在这之后 成为了日本史上第一个国民荣议长得主 由日本首相亲自颁发 虽然因为大联盟和日子强度不一样 球场的大小也有所不同 所以美国这一边普遍不承认这个记录 而王真志也有说过 把他拿来和汉克阿伦比没有任何意义 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世界第一 但是在很多球迷的心中 王真志确实做到了无法超越的记录 在棒球史上创下了新的里程碑 所以把他尊称为世界权力大王 创纪录的这一年 王真志打出了50轰 可惜在日本大赛败给了板击队 之后的赛季 他的身手逐渐下滑 但还是每年不断的刷新纪录 不过在长岛的带领下 巨人队始终没有重回巅峰 而王真志也注意到 他的身体开始衰退了 虽然一直很想完成生涯1000轰的纪录 但考虑到身体状况可能无法维持 因为不想让球迷们失望 希望可以留给观众们一个完美的印象 所以最后在1980年11月正式宣布退役 消息传出的当下 震惊了全日本 因为在上个赛季 王真志还能打出30发拳内打 没有人想到他会忽然退役 但是对王真志来说 他的生涯已经足够完美了 22年的职业生涯里 他拿下了11次日本冠军 9次央连MVP 还有数不清的打击奖项 就连在1972年才设立的金手套奖 他都成功拿到了9次 生涯2170分打点 2394宝送 平均长打率还有OPS 全部都是日子纪录 而当然还有他不断推进的世界纪录 史上最多拳内打 868轰 结束了球人的生涯 王真志一样活跃于棒球界 在1981年担任军人队助教 并在1984年升任总教练 不过就像长岛帽雄一样 王真志在巨人教练时期 并没有留下很好的成绩 成功打进日本大赛 也败给了C50队 最后在1988年辞职离开球队 不过也有说法是被球队解任 之后的几年收到很多球队的邀约 但都被王真志拒绝了 一直到1994年 才接受大壤英的邀请 到福冈市担任教练 这一支球队长年战绩不佳 在王真志指教过后 也没有任何好转 还发生了被球迷围土巴士 砸鸡蛋的生鸡蛋事件 对于在职棒界 一直备受尊敬的王真志来说 这件事情可是非常大的虚弱 不过王真志没有放弃 他告诉球团 我不会辞职 我们只能赢 如果赢球的话 球迷们也会用掌声欢迎我们 带着这样的意志 大壤英全队也变得更团结 终于在1999年 拿下了日本冠军 之后在王真志指教的时期 也一直维持了很好的战绩 成为了杨连的传统强队 其中最经典的 就是在2000年的日本大赛 由王真志带领的杨连冠军 大壤英队 对上了长达冒雄带领的杨连冠军 巨人队 上演了日本大赛的ON对决 不过最后是巨人获胜 2003年 他带领大壤英再次拿下日本冠军 之后在2006年 更是接下日本队教练 出战第一届的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 并顶着巨大的压力迎下韩国 带领日本拿下了世界冠军 一直到2008年 王真志作为教练 累计1315胜 在日本职棒的史上排名第八 但因为胃癌的关系 动了好几次手术 让他最后决定卸下中任正式退役 并一直担任软银球团会长到现在 而他在大荣英时期的89号背号 也成为了球队的永久千番 据说这一个89号 也有棒球和破竹之士的意思 是个非常有意义的数字 从球员时期一直到教练时期 王真志把整个生涯都贡献给了日本职棒 但有一个经常被拿出来讨论的话题 那就是他的国籍 虽然早期因为外国人的身份 遇到过很多问题 也曾经因为中华民国护照 无法入侵英国 但王真志一直没有取得日本国籍 就连他的三个女儿 也都是中华民国国籍 这除了是因为 他觉得没什么必要规划日本 也是借此表达对父亲的尊重 因为国籍的关系 他一直和台湾关系密切 陆续见过好几任总统 也是很多县市的荣誉市民 中职元年的第一棒 也就是王真志打出 在2015年的12强赛 也来台担任开场嘉宾 但也是因为这个关系 让他潜入了不少政治斗争 除了被斐金拉拢加入中国籍 每一次来台 也成为政党角力的对象 还经常被关上台湾人 或是旅日的标签 但即便是有了这些因素 王真志在日本人的心中 一样是日本职棒的代名词 不但把他视为全民偶像这样崇拜 也发自内心的接受他的国籍 以至于后来好几次 有洋将要打破拳打记录 都被其他球队故意保送破坏 就是要把这个记录留在本土 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开幕仪式 王真志也和长岛 还有松井休息一起 担任了最后阶段的圣火传递手 证明了他在日本的崇高地位 能够在民族性很强的日本做到这一点 就知道王真志的成就有多么伟大 而这一次来到台北 为大局段开球 也是为台日两地的棒球交流 再记上一笔 从当初被人嘲笑了三政王 到后来征服日本 成为全力大王 王真志被认为 比日本人还像日本人的 就是他坚持不懈的指人精神 这样的态度 影响了后来的林木伊朗 还有松井休息 后者又进一步 影响下一代的日本选手 让日本的棒球开支散业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 已经83岁了 他还是为了棒球到处奔波 所以就算是 一直遇到国籍问题 全力打的记录不被承认 但王真志对于棒球的贡献 绝对是不可磨灭的 他本身的存在 已经超越了国籍 成为了棒球界的传奇人物 也难怪他被叫做 世界之王